大轮山傍晚及夜间的景致别有一般风味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在8月份小班间修水农威区也规划了星空茶席活动 那现在8月份就是我们会办的就是星空茶席体验 让游客可以在夜间一起来大轮山 探索我们夜间生态的一个奥秘 然后还可以看星空的导览 然后再评我们的茶席体验 这样子让游客可以对我们小班间的一个 不仅是文化茶席体验跟生态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 戴黑色黑空眼镜 它也没有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盘古餐 星空茶席活动当中 除了让民众能够品查欣赏星空及夜景外 更结合了上台导览活动 带给民众有别以往的旅游体验 也让参加的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在夜间看到一些就是台湾的本土的生态 觉得很新奇 以往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那老师带我们实地去草丛里面看啊 有看到蚕蜀啊 马路啊 觉得很新鲜 很有趣这样 那今天看到这样的星空 这样的夜景呢 果然不需此行 很棒 如果说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再来 甚至带着我的家人一块 小半间休闲农业区在每个季节都会用心规划活动 来推广地方美景 也欢迎友谊参加的民众 都能够透过FB粉丝专页了解相关资讯 我们小半间休闲农业区呢 会依四季去办理不同的游城 那我们的活动都会放在我们的FB粉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专 那有活动就可以跟我们打电话 可以跟我们报名 议长河胜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让大轮山美景能被更多民众所认识 也欢迎民众都能够找时间前往一游 记者卢玉凯 入股采访报导 www.bf. akan改社 则和调节目